不是這樣 你看 如果陳哥當時知道那是二級古蹟 你覺得他還會在那裡抽菸嗎 嗯... 那不一定喔 不會 不會嗎 不會 我知道他這樣不會啊 那你叫中山堂 他如果是中山樓的話 我就會 你就要知道 對 中山堂啊 就是後來蓋的嘛 我是這樣想啊 所以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意識到他是古蹟 陳哥目前現今 現上的這些節目 都是很Top級的 其實都還得金鐘獎 為什麼 因為他有深度 厚度 他不是只是 稀稀笑笑的打鬧 但是他沒有長度 你才沒長度 認識你都沒長度 你全家都沒長度 你連印度都沒 欸欸欸 陳哥的反應非常的好 我很擔心今天我們在串流程 哪邊不太對我 我會對他很不好意思 顧章跟我說你不用擔心 他自帶效果 他是一個很怕冷場的人 對對對 而且我跟你講他非常nice 你跟他講什麼 他不會生氣的 從來沒有生氣過 從來沒有看他生氣過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激怒我就對了 今天請到陳哥 這個地點我們也是有挑過的 這這麼好的地方 我還是沒來過 陳哥 你沒有來過啊 我沒來過 我來過 前面四字 他剛開的時候 冒險奇兵就來了 哇 那麼民國五六十年前 他才幾歲 你先好好聊天吧 在黃金傳奇後面 好好好 中國五六十年 我還沒生啊 中國五六十年 剛剛他們跟我講 我們現在這裡錄製 還是有一些規範 然後輕聲細語還好 因為我們有申請 你的嗓門這麼大 你這個人跟輕聲細語什麼關係啊 但他有提醒我們在這裡不能怎麼樣 隨地大小便 滿滿的 隨地大小便也是一個 不能抽菸啊 古蹟 對啊 我們沒有講什麼 哦 這是古蹟啊 那我就放棄了 哦 繞了個半天 在丟這個 古蹟就要維護他 是 是要好好維護他 有任何吞雲突兀的 離他遠一點 古蹟應該眼睛看就看得到 我沒想到他那麼古啊 這就是古蹟了 對 那個就認定 古蹟你看 如果陳哥當時知道那是二級古蹟 你覺得他還會在那裡抽菸嗎 嗯 那不一定哦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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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這樣不會啊 對啊 那你叫中山堂 他如果是中山樓的話 我就會 你就要知道 對 中山堂啊 就是後來蓋的嘛 我是這樣想啊 所以我沒有想到 沒有意識到他是古蹟 維護古蹟是你我共同的責任 安叔 我們要向古蹟抽菸說不 陳哥不好意思 冒昧問一下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這樣談到目前為止 你還覺得OK嗎 欸 可以吧 算 算是一個 歲末年終的一個反省嗎 可以嗎 哦 這是一個記者 這麼慎重 古蹟哈煙 道歉記者 還有這種 陳哥先做先做 我們記者媒體朋友有很多問題 假問 對 記者朋友都在 都在 來 不要耽擱陳哥的時間 陳哥等他錄影 來我們記者開放發問 來 沒有 我是潘欣文 這裡在古蹟抽菸被爆料 你有什麼想講的嗎 我覺得真的很不應該 我們要對一個環境 他到底是不是古蹟以後 先去了解一下 對 確定一下以後 再把你的尼古丁拿出來 因為陳哥不知道那是古蹟嘛 對 OK好 來下一位記者 八達八達的 陳哥在古蹟抽菸 爸媽知道嗎 爸媽 他後來知道了 後來這個新聞 他其實有延燒了 大概兩三天的效應 所以我想我爸媽應該曉得 所以他們對我的眼神 就有點不屑 然後有點那種 真的 希望我自己能夠成熟一點 對 那有什麼要跟爸媽講的 爸媽 那個 我快戒菸了 哦 哎呦 對 快了 快了 好來下一位 就最壞的示範 然後有什麼想要跟大眾說的 我覺得 邊走邊抽菸這種事情 本來就不能發生 對 那如果在一些不適合抽菸的地方 應該要配合人家的相關的規定 可能共同維持一個無菸的環境 會比較好 哦 好來下一位記者 好來 陳哥我是民視 請問您一天都用幾顆打火機呢 一天幾顆打火機 你燒房子啊 你應該會用一顆打火機 可以用多幾個 對 一天用幾顆打火機 可以點幾個人 對不對 好來下一位記者 陳哥你好 我是三立 我想要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要拖著老藝人 羅時鋒一起出來道歉呢 這個道歉的場合不是我設計的 是他拖著我來道歉 你是白癡啊 好 你有三立 你有三立去檢查 你有三立 他說還有三立 笑死人還有三立 好來 胡掌 身為陳哥的好朋友 你有什麼想要問你好朋友講的 對 我只是覺得他太倒楣了 等一下 陳哥要有一點歉意的感覺 不能頭歪歪的 對 不是 我在看這個怎麼太慎重了這個 當然這個抽菸不好 但是就是因為我覺得 timing不對 藝人有時候就是要靠一點 尼古丁才能有創造一些創意 很多音樂人啊 什麼他們都會去抽菸 但其實都是希望能夠激起 靈感 來發想 這個 顧長等一下 後面的陳重點就是記者會 不要笑 陳重好 嘿嘿 那我身為這個 快四十年的好朋友 在這裡 鄭重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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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的同胞們 嘿 這個 我這個好朋友 好兄弟 好家人 那上一次在不該抽菸的地方抽菸 其實他也 不是 呃 很願意做這件事情 那 呃 這在 在這裡 你可以說流利一點嗎 好 這跟他你自己講好了 戒菸在全世界已經是大家很注意的一個 良善的一個風潮 我們總是讓自己為了身體著想 不讓自己身邊的家人好有擔心 我就一直不斷有人給我這種戒菸的訊息 其實就 是不是就戒了 來 陳哥請坐 那那個東西就先不用了 對不對 陳哥已經道歉完了 對 不需要這些東西 奇怪 這到底是誰想的嗎 弄這東西 莫名其妙 這樣很太不尊重陳哥 那就是你想的 哇 你猜 欸 做這個喊抓這個 是啊 對不對 沒害 對不對 那個 那個比較貴 這比較貴 好 對 對 好 顧商人你看喔 陳哥願意讓我們開這個玩笑 表示你們的友情怎麼樣 哦 他友情當然是沒話生 值得考驗 值得考驗 如果是一般的節目組弄這東西 你會當場翻臉走人 翻臉 也不會翻 走人也不會走 就是以後不要再聯絡了 完了 那他以後不會跟我聯絡了 不會啦 就該一道歉就是要道歉 他只是沒想到你效果做得這麼 做得這麼 陳哥目前現今 線上這些節目都是很Top級的 而且 收視率都相當高的 為什麼 而且重來得金鐘獎 為什麼 因為他有深度 厚度 他不是只是 稀稀笑笑的打鬧 哦 但是他 他沒有長度 你才沒長度 認識你都沒長度 你全家都沒長度 你連印度都沒 等一下 我要講的是說 陳哥的節目他的 含金量都很高 而且很有厚度 因為他飽讀詩書 然後他很會做人 欸每一次他來我們家 我們多期待 小朋友他們期待得要命 而且回去的時候會講 今天又聽了 陳哥說了什麼故事 又得到了什麼樣一個哲理 來 誰紅 為什麼 因為陳哥講出來話怎麼樣 就是一般大家在喝醉酒的情況下嘛 就是大家都胡言亂語 但是陳哥是 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對不對 就是你感覺在聽一場脫口秀 因為有些年輕人是不屌長輩的 真的耶 你不用有一些朋友來 年紀比較長的 小孩子基本上是看不到人 但是陳哥 小朋友會願意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會帶莓過去 沒有 你上次被打是什麼時候